上级珀西瓦尔等人 在伊欧的带领下来到了魔戒 众人所在魔戒的高处 这里可以看到一些魔戒奇观 看来通往魔戒的入口有很多 众人之事透过其中一个到来 看到蜂巢般的出入口 珀西瓦尔想起了童年记忆 某人曾经向珀西瓦尔介绍过 这些洞口是三千年前建造的 珀西瓦尔似乎是误打误撞 不小心来到了魔戒生活过一段时间 珀西瓦尔快想起 当时照顾他的人是谁了 突然一股强风把大家吹出了洞口 毕竟这些洞口是为魔神族建造的 所以建在高空也是合理 至于强风也是刻意设计的 为了排除异物或入侵者 伊欧接住了凯奥 好在众人有几个会飞 崔斯坦接住了伊索德 让凯奥有点忌妒 艾斯卡诺和斯尔万两匹马 则被高温复咒长出了翅膀 剩下的人则被破西瓦尔接住 随后骑上了斯尔万 突然一只巨大的魔神族 袭向了斯尔万 但似乎没攻击性 只是在旁看着 破西瓦尔似乎还听到 这只魔神族称他为救世主 兰斯洛特以为破西瓦尔陷入危险 想要攻击 殊不知 他们也被魔神族包围了 各式各样的魔神族 其中也有一次跟黑色六骑士有关系的人 魔神王的侍从问他们是谁 说错话他可是会发动攻击的 随后破西瓦尔等人 被带到了建筑物内 大家都很紧张 唯独破西瓦尔保持平常心 此时某人现身 来见破西瓦尔他们 强大的魔力与杀器 让众人喘不过气 侍从要大家别失礼 眼前这位是魔神王 大家第一眼看魔神王 长得相当巨大 但仔细一看 那只是黑暗制造的假象 那只是黑暗制造的假象 看到魔神王后 破西瓦尔有股熟悉的感觉 于是依照记忆 试着叫魔神王的名字 魔神王赛多里斯 也还记得破西瓦尔 他就是照顾过破西瓦尔的人 奇妙的缘分 让破西瓦尔在魔界 有了最强的靠山 下回第105话 欢迎来到魔界 既然照顾过 那就当塞多里斯 是破西瓦尔在魔界的爸爸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